剛才的部分已經展示了如何維修這個花灑龍頭 現在差不多完成了 但記住,當你要拆之前 因為我忘了在部分說 如果你要換所有這些水龍頭 你首先一定要把水的種子關掉 如果你不關掉的話 這個也挺麻煩的 因為要把所有的種子關掉 首先要把種子關掉 現在這個就全部換掉了 其實我特意為何要把種子關掉出來呢 就是看現在維修完之後 當然是否漏水 首先,水龍頭一開 水就在水中,對吧 當你關掉之後 之後呢 之後一點水也不會再漏了 OK 現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晰,對吧 其實水龍頭不是太難換的 OK 只不過是這個部分就讓大家看看 做完之後的結果是如何的 OK